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出吐息战术 在福坚还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 趁机渡河攻击 福坚久久不见谢玄的军队 就真的以为东晋的军队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出战 之后 谢玄的军队却突然出现 让福坚的士兵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吓得四处奔逃 而谢玄也趁着对方军心散乱的时候 奋勇进攻 让敌军节节败退 就在此时 谢玄派来埋伏在福坚军队里的人 就故意大喊 大事不妙了 我们战败了 我们战败了 后头的士兵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以为真的战败了 大家慌成一团 赶紧逃命 谢玄便抓住时机继续猛攻 福坚眼看情势不对 连忙带着部下逃命 一路上 只要听到风吹过的声音 或是喝的鸣叫声 都以为是禁军追过来了 但是又不敢停下来 只能不断的往前跑 一群人跑到没力气了 就躲进草丛里睡觉 大家觉得又累又饿 在逃跑的过程中 造成许多士兵伤亡 之后 谢玄便率领军队 一口气将福坚的八十万雄兵 打得一败涂地 福坚只能沮丧的逃回北方去了 后来 我们就用风声鹤唳这句成语 来形容失败者的恐惧心理 只只要一有风吹草动 就感到精神紧张 惊慌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样子 同学们 听完风声鹤唳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终点吗 谢玄面对敌军的八十万大军 是用什么方法来打赢圣仗 反过来 福坚明明有八十万大军 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吃了败仗呢 现在就让我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元气 福坚为了统一天下 带领八十万大军攻打东晋 过程中 东晋派出谢玄这位大将 带领八万精兵品定战乱 故事的结果 谢玄利用突袭战术 城府间的军队没有防备星石 赌合偷袭 成功将敌军击败 同学们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风声鹤唳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谢玄 会用哪一种方法击败数量众多的敌军呢 你有经历过风声鹤唳的情况吗 看到大家惊慌害怕的样子 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呢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了 今天的成语 风声鹤唳 是指听到风声和鹤的鸣叫声 就以为是敌军来了 形容过度紧张和害怕 自己吓自己的样子 主要会用来表达 害怕慌张的情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风声鹤唳可以怎么使用吧 这一路奔逃下来 风声鹤唳 大家都觉得惊慌又害怕 在那一段风声鹤唳的日子里 只要外头一有声响 就紧张的不得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与风声鹤唳相关的词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卑躬蛇影 草木皆兵 疑神疑鬼 相反的词有 神色自若 气定神仙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各位同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